来关心交通的讯息 国泰航空因为机师缺口 导致航班取消的情况还在持续 光是从1月6号到14号 就有121个航班都被取消 那么这些航班大部分都是短程的航班 其中由台北出发或是抵达的航班 大约是取消了15班 而国泰航空表示因为流感号发期 机师因为因病缺勤的人数太多 才会减班 不过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国泰航空公会是指出 医师缺勤跟流感并没有关系 而是国泰航空招聘机师的进度太慢 赶不上航班恢复的程度 至于是不是会影响到春节的航班呢 国泰表示在农历新年的旅运高峰期间 航班的服务还是能够照常运作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